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非法拘押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 并试图建立现代奴隶制度 将维吾尔青年人以异地就业名义下转移到中国各省市 根据中国中央广播提供的信息 本年第一季度东突厥斯坦共有52.6万人被转移到中国 当作廉价劳动力 与此同时在扶贫的名义下 有15万3千人在不同的地方就业 海外活动人士表示 今年已有100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被强制转移到中国内地 数百人聚集在欧洲委员会前面举行繁华示威活动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21届中国欧盟峰会期间 维吾尔人和藏人在欧洲委员会前面举行示威 以抗议中国的反人类罪行 另一方面 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 基于规则的全球系统需要迅速更新才能继续 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 中国遵守世贸组织的工业支持规则 并表示中国愿与成员国和欧盟国共同努力改革世贸组织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 世界贸易组织发现欧盟向空客公司提供的补贴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将对价值约110亿美元的欧美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将令波音空客两大公司的补贴诉讼大战日趋复杂化 并可能进一步加剧美欧之间的经贸摩擦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 世贸组织已多次发现欧盟向空客提供的补贴 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 在欧盟和中国峰会之后 立即做出这一决定的事实引起注意 2014年香港历史79日的占领中环九子全部被判有罪 西九龙裁判法院周二上午宣判 战中三子戴耀廷陈晋明及朱耀明等九人全部罪成 其中戴耀廷陈晋明和朱耀明被判判谋犯公众防御罪罪名成立 被告可被判处最高七年徒刑